監委15分鐘 院長好 你好 我要先說辛苦了 尤其是行政團隊在防疫的當下 然後今天一整天的備詢 相比於國際上 目前確實很多國家對於疫情都人心惶惶的狀況 我覺得台灣人確實相對是比較安心的 我覺得這部分真的很感謝對面行政團隊的努力 那我今天其實比較想要答詢關心的題目 是關於氣候變遷的議題 那我自己在去年的選舉的過程中 我自己接觸到非常非常多年輕世代的學生 其實他們在關注接下來政府的施政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或者是排名前幾名的 都會問到說接下來政府的氣候政策會是怎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氣候變遷的議題恐怕跟防疫一樣 它其實會攸關民眾的生存 包括也攸關國家安全的問題 經濟發展的問題 也攸關年輕世代的健康幸福的問題 我想先看一下這張同影片 第一個是世界經濟論壇 是國際上當然是很多企業家發起的一個國際組織 過去世界經濟論壇 大部分他們長期以來都關注的是所謂經濟發展的問題 長期可能會被批評說他們很少去關注到環境跟社會面的問題 但是讓人很意外的 今年在1月的時候他們發布的2020年的全球風險報告裡面 提出接下來10年全球的經濟發展前10名的風險 結果發現裡面有5個都是環境風險 尤其是極端天氣變成是風險的第一名 氣候行動的失敗其實被列為第二名 所以我們看極端天氣或氣候風險 其實已經變成接下來全球經濟發展上面最大的危機之一 我們其實整理了一些這段時間的這些國際的輿論 這些國際的輿論大家可以看一下 即便在這個疫情的當下大家看到包括很多研究 包括認為說極端天氣可能帶來下一次的經濟的大衰退 英國的報導說氣候變遷打擊歐洲的經濟 英國可能遭受最大的影響 包括很有名的華盛頓郵報說 像說2100年的時候美國可能會為氣候變遷付出的大概10%的GDP的這樣子的數字 所以其實很清楚的事情是說 其實現在氣候變遷已經變成全球經濟發展要面對無可避免的風險了 那以前我們會把這個包括減碳這樣事情視為一個環保的工作 可是現在其實減碳已經不是只是純粹的環境議題了 可能已經包括已經變成是一個經濟發展的議題了 好 下一張 好 那我們其實舉例來說 像最近歐盟通過的綠色政綱 這綠色政綱它其實以歐洲的經濟轉型作為它最重要的基調 那它裡面討論什麼事情呢 它在討論包括是這些政府的政策的預算 或者是在對各個國家的投資裡面 接下來都想要以氣候主流化作為它最重要的原則 那目前他們其實已經訂定出來 他們這個政策預算的金額裡面的四分之一 接下來要拿來支持 要拿來支持這個氣候行動相關的政策 所以運動可能會好奇說這些預算都從什麼地方來 怎麼四分之一可以有這麼多 事實上現在全國際上面大概有58個國家和區域 目前開始已經在運用像碳定價這樣的工具 也就是說我們幫排碳定一個價格 我們這個經濟活動的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做內部化的工作 那看起來好像企業可能會為這樣子的事情會付出比較多的成本 可是現在其實已經越來越多的國際分析的報告 跟財務上面的報告指出說 其實一個有效的碳定價可以讓企業開始選擇相對比較低碳的生產方式 所以這已經變成國際上非常重要的經濟創新的機會 也包括南海的工作 所以我其實想問院長 我們其實看到在國際上面有這麼多的趨勢 但是台灣我們在這些氣候的工作上面 好像動作相對比較慢一點 這個署長或院長你覺得 這個委員我想我們就只有一個地球 我們都在地球上 而地球已經極端化氣候 這個也都大家都面對啦 其實今天任何一個地方不要講這個大氣 就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事情都足以影響全球 這次疫情就是這樣 那在歐洲你看他很多的思想先進作為先進 但是一個疫情卻受害這麼重 所以我們戰戰兢兢 我們既不是最先進也不是做得最好 但我們最誠意知道逃不了 所以要努力面對 怎麼樣減碳蒸氣展率 去年八月我才核定這125項對於氣候變化的調適行動 那具體我請署長跟你說明 好署長 謝謝委員 我想對於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這一部分 因為我們不是公約的締約國 所以我們是把它定在我們的溫室氣體減量局管理法裡面 所以我們根據這個法下來 其實我們自己國家也定了我們整個減碳的路徑 包括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的減量目標 我想委員很清楚 那麼委員所提的 因為我們在第一階段應該在2020年要達到 2015年減2%的這個程度 當然現在我們在檢討 就是說那今年是不是我們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現在看起來是有些難度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繼續來努力 所以我想在委員所提的 也是在國際上面對於整個減碳的工作 其實他們也在找方法 像剛剛您所提的歐盟綠色的增鋼這些東西 他們也是在原來推動達不到目標的情況 他希望有新的方法出來 所以這些新的這些方法包括探定價 我們也都在檢討說 那在我們國內是不是對於我們未來推動會有幫助 那我們能不能把這樣的工具也拿進來 其實我必須說 其實台灣過去四年的過程裡面 其實大家因為很努力在推動再生能源 這個再生能源其實已經是非常重要 在國際上面認為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氣候行動 而且一開始有成果 我覺得這部分必須給予肯定 可是確實對於台灣目前這過去幾年的這個減碳的成績裡面 我其實看了去年我們108年出來的六個部會 相關的這個成果報告 我大概有發現幾件事情 也可以跟院長分享一下 第一個事情 我們看到這六個部會的這個分享報告 第一個發現 他這個部會都是用自己的邏輯 自己在分析跟檢討 其實彼此之間看起來出現很難相容的這個狀況 第二個事情是 針對未能達成目標的這個檢討的原因 每個部會都在說 因為另外一個部會 沒做到什麼事情 所以我有什麼困難 看起來是非常欠缺一個比較上位的統合跟協調的機制 第三個是各個部會都承認 其實自己的能力是有所不足的 包括政策工具也不足 所以我們其實看到台灣的這個溫室氣體管制的工作裡面 如果還有這些欠缺的話 我其實想問署長或院長 其實如果台灣要面向一個比較全面的氣候治理的話 我們是不是這個溫檢法 2015年當時馬政府通過的這個溫管法 是不是應該啟動修法的工作 我想先詢問署長 我想跟委員報告 委員提的沒有錯 但是在原來的溫管法裡面 它是有各個所謂這個我們的行動綱領 然後推動方案 減量的這個管制方案的一層一層的方案的訂定 那我們也照著那個來訂來推動 不過委員所提的沒有錯 因為它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分工跟責任 所以也許各部門都照能力去提 但是對於總的目標的達成 就像我剛剛報告的 那2020我們就發現說 好像會有一些一點點的困難 所以市長覺得該修法嗎 所以我們現在在檢討說 現有的法到底能不能讓我們 照我們原來規劃的這個減碳的路徑達成 那如果有困難達不到 那也許我們會進一步來檢討說 那是不是原來的法有一些工具上面 或制度上面設計不足的 那我們會來做進一步的檢討 那院長從行政院的角度 其實你會支持 如果環保署提出這修法的工作 其實行政院可以給予更多的一些協調 包括是來一些這些幫助嗎 對 好 那我其實覺得這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我覺得後續的修法的工作 有很多的細節 我們可以再跟環保署來討論 可是我們很期待這個溫管法的修 如果有機會再一次修訂的話 它其實可以給予台灣的這個氣候治理 氣候政策一個新的框架 那第二個是我今天想要再跟院長提的 第二件事情 是關於剛剛說的極端天氣這件事情 那我不知道院長其實有沒有看到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日本去年它幾倍颱風 因為清晰日本 所以這個它的河川潰堤 那台灣其實也報導很多 那這個因為河川潰堤 所以它在日本長野市的這個車輛中心 裡面的這些新幹線的車輛 那就泡水 甚至是報廢的狀況 這個大概價值新台幣90億元的這些車輛 都泡水然後報廢 那日本當時在這個事件以後 他們大概做了一些一系列檢討的報告 那我們看到這檢討報告裡面大概蠻清楚的 他們針對接下來 未來日本的氣候情境跟風險的評估 大概做了一個比較詳細的評估 那也包括定定接下來因應的這個策略 那我相信這個東西其實書長很清楚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氣候變遷調適的這個工作 那回到台灣我們來看 其實我們如果仔細看的時候會發現 這個台大的升空系 台大升空系的這個一個研究團隊 他去年做了類似的一個研究 他發現我們台灣的這個高鐵 在烏日台中烏日的這個基地 其實如果經過像哈吉貝颱風 這麼樣的強降水的時候 一樣會變成是一個這個烏日 一樣是一個這個淹水的高風險地區 所以如果哈吉貝颱風的強降水 一樣來到台灣 這樣的方式下雨 這樣的刮風下雨的話 我們很有可能烏日站的基地 其實也會這個高鐵車輛泡水 也會這個報廢的這個慘距會重現 那我說實話 我過去其實蠻長時間在關注台灣的調適政策 台灣的調適政策 我自己必須說 我覺得進展確實相對比較有限 我相信我這個評價 其實對很多學界跟很多部會的同仁來說 我大概他們都會同意我這個評價 所以我這邊其實想要說的一個事情是說 我們觀察過去台灣的這個調適政策 當然我們訂了很多的計畫很多的細節 可是我們遇到比較大的一個問題是 其實我們的主責的單位 它的權限其實相對比較有限的 我之前其實蠻多次跟環保署的同仁 跟一些專家學者我們在交換意見 到底為什麼台灣的調適工作進展 相比其他國家來的比較有限 我相信張署長其實也很同意 之前我記得張署長也很同意 環保署目前其實所執掌的這個業務的範圍 跟調適工作所需要的這個工作的範圍 其實有一段差距 那甚至環保署它其實在整個協調的工作上面 也很難去協調其他部會的這個調適的工作 我想我這樣的評論 張署長你認同嗎 委員報告其實在整個氣候變遷這一部分 其實我們在除了我們負責會整之外 其實在院裡面也有一個能源辦來幫忙做協調 包括政委在督導 所以協調不是問題 那在整個調適的部分現在是分各部門在做 所以當然有委員所說的 因為各部門自己去做 所以整體不太容易看得出來 所以我想我們在 剛剛委員提說是不是要修法 我們自己在檢討 調適這部分確實 因為當初是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 所以它是著重它的減量的部分 所以調適的設計是不足的 所以如果未來要修法 這一部分也許是我們要多去增加的 也許要設計一些政策的工具 讓做調適的這一部分 各部門分頭去做 但是有一些工具可以來用 我想問院長或署長 就是說如果接下來 我們管法會修法的過程 是不是有機會我們就一併的來檢討 調適的這個主則 包括部會分工 包括一些上位的協調 讓台灣在進行調適的工作時候 我們可以有一個更好的政策光架來推動 兩位同意嗎 對 各位委員 正因為您多年來在這一方面的努力 被看見被肯定 而民進黨政府也是一直覺得這一方面 希望能夠借重你的這一方面的努力經驗 以及各方面的了解 能夠在政府體制包括從國會方面 而且你真正比較有資源 而且比較能了解 所以委員你如果在這一方面覺得 有哪些政府可以做 以及應該怎麼做 不只是提一個法 圖法不足以自行 而是你特別會了解 政府機器其實就這樣 民進黨政府一直有心 要做這一方面的努力 很多事情不是一處而及的 你現在又知道 原來各部位分工是怎麼樣 那委員現在正有最好的位置 最好的資源 也可以最了解的 相信不是從一個角度看 也不是從一個社團看 而是從政府以及民間看 所以委員如果你有哪一方面 覺得政府應該可以做 可以怎麼樣做 請委員多指教 那我相信部會 其實大家心事一樣的 我們怎麼樣讓他 一步一步往最期待的 成功的地方走 我們也來努力看看 謝謝院長 因為我覺得這段時間 其實我自己在 在接下這份工作以後 我自己也很希望 因為這個世代爭議 或者是有 謝謝 謝謝洪市財委員 謝謝 謝謝